大家好,我是菜机 这次的事件发生在香港一家叫英华女学校的女子中学 作为香港其中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学校 英华女校的学术成绩一直都不输其他名校 但也是因为历史太悠久的关系 它的校园环境跟其他名校相比显得又破又小 所以学校决定从2012年起 启动预计为期四年的重建计划 同一时间,校长又委托了英华女校的校友 建民导演张婉婷 希望她把学校重建的过程拍成纪录片 作为以后给学校募款之用 只不过重建这事情不是菜了再见吗? 有什么好拍的呢? 这时候他们就想,既然重建预计要花四年 那不如就挑几个2011年刚入学的同学跟拍 把他们从初一的时候在旧校舍 初二到高二的时候搬到临时校舍 再到高三最后的那一年回到新校舍的过程拍下来 这样既可以看到新旧校舍的交替 也同时看到女生们的转变和成长 之后张导就让初一的同学 以给19岁的我为主题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再从中挑选跟拍的对象 日后这个主题也成为了这支纪录片的片名了 给19岁的我主要跟拍了六个性格和家庭背景截然不同的同学 整支纪录片的制作过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比如拍摄过程本来就估计要花六年 但因为学校重建工程延误的关系 结果多花了三年 从2011拍到2019 之后团队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对30万个小时的影像素材进行筛选 打成逐字稿 剪辑和各种后制 最终张导花了整整十年时间 才在2012年完成了长136分钟的给19岁的我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导的心血并没有百费 给19岁的我在2021年12月第一次校内首映的时候 就获得了不少好评 2022年8月参加了香港国际电影节 2023年又拿下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最佳电影奖 光是供影前的优先厂已经有600万港币的票房 很多名人明星都发文大推 说好看的同时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不过在一片战好声中还是有部分人质疑 导演那么赤裸裸的把片中同学的私生活公开 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呢 导演是如何在真实记录和保护同学影视之间取得平衡的呢 虽然我只看过预告没看过照片 但根据网上的影评 片里面有提到同学们的父母离异 因为打架闹刷法院和被同辈质疑曾经原交 还有他们吸烟和患有自闭症的家人的画面 要把这些影视公开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大家想太多了 电影既然能上事前肯定跟当事人沟通过 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这些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2022年2月4号 也就是正式公影的两天之后 给里面其中一位被跟拍的女生阿玲 通过媒体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 说自己从来都不同意给公开放映 根据阿玲的说法 她当初之所以会答应参与拍摄 是因为她一直以为给只是用着校内放映或者募款用途 比如当校友给学校捐款就可以获得纪录片的DVD作为回证之类的做法 但即使只是在校内放映 她也因为担心播放后会被人闲言闲语 要求事先知道剪辑的内容和故事大纲 只是当时导演以每个人都要散罪下那 那怎么剪为理由拒绝了她 到后来学校通知她打算让给餐展和公影 她也看过了照片知道自己无法承受之后 她跟导演要求把自己的部分全部删除 但这时候导演又以电影已经通过审查为理由拒绝 所以当初人家让你先给她看吧 你说不方便 到事后要你删了 你又说没办法 现在不就出事了吗 那既然跟导演说没用了 是跟学校说吧 但学校还是以纪录片的内容账面为理由 一直劝说阿玲希望她同意公影 还给了她一份同意书 希望她赶紧签了 那阿玲当然是没签了 不过谁也想不到的是 学校这时候拿出了一份 在2012年由阿玲父母签署的同意书 然后说他们已经征求过法律意见 如果阿玲继续阻止的话 有机会要负上法律责任 仔细看看这份成年同意书 里面的确同意了阿玲参与拍摄和访问 同意了设置队有绝对创作和剪辑的自主权 也同意了纪录片可以以各种方式发布 虽然就这样看起来 这份同意书好像是无懈可击 但如果真的那么完美的话 学校就不会拿一份新的同意书让阿玲签了 还记不记得这个纪录片最初只是计划更拍6年 后来却因为重建工程延误多拍了3年 但是这份同意书上只同意阿玲他们从2011到2016参与拍摄 那2017到2019那3年呢? 加上现在阿玲已经成年 这闹上法院的话说不定能推翻当年父母在他小时候帮他做的决定 所以学校才会那么希望阿玲签新的同意书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 学校也只拿到了其余5位同学签的新同意书 而阿玲还是坚决不签 但你别以为签了新同意书的那5位都是心甘情愿的 就在阿玲万志文发表的同一天 另一位参与了拍摄的同学阿蛇也通过媒体表示 自己最初也是反对公营 也一度拒绝签新的同意书 想说能争取一下反抗一下 只是到最后他发现 不管是跟学校还是导演的沟通都是季同亚奖 所以才抱着改变不了别人 只好改变自己的心态把新同意书给签了 的确从首饮的分享会上 可以听得出阿蛇对给公营还是有怨言的 顺带一提 其实在事情沿上之后 还有第三位被跟拍的同学在IG发文 说虽然他是签了新的同意书 但类似一位派设团队跟他说 所有人都签了就差你没签 他在没有多想的情况下才签了新的同意书 所以六个当中一个到现在都没签 一个曾经反抗但最终无奈投降 还有一个是被骗大家都签了他才签的 这样子霸王阴霜公把给上瘾怎么可能不被延霜呢 而且在阿玲和阿蛇发文后的第二天 为香港拿过自行车奥运同拍的 李慧斯也以一句气在心头开手发文 说给里面有十几秒张导采访他的画面 但他却从未同意过画面可以用作纪录片 自己是被通知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虽然因为香港没有校长权 张导没有违法 但李慧斯还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说他自己不会看这部电影也不鼓励大家看 不过这都还没完 因为有网民发现张导曾经在访问中之曝 原来当年他进入比赛场地采访李慧斯的时候 也是没有得到比赛主办方的同意的 这样子连环背报真的是神仙也难救了 本来一致好评的电影瞬间翻船 网民替参与拍摄的女生抱不平的同时也发起抵制 结果张导在2月5号晚上 也就是公演的三天后就宣布停播 他在记者会说人比电影重要 希望解决各方在理解上的落差 阿玲的爸爸说他的心情已经平复 加上看反应那么正面就决定公演了 但他同时承认有始至终也没拿到 阿玲签的心同意书就让给上瘾 还提到上瘾是校董慧的决定 因为有这么多个 譬如你一百分之零点一 这个是校董会听完所有人的陈述 结果这一句百分之零点一 再次为事件火上加油 除了导演以外 学校也被认为要负上一定责任 不过现任校长却说 对有被跟拍的同学 表示不满感到恶然和奇怪 他说拍十年也没收到过 学生或者家长的投诉 但同时又承认 曾经有一位同学不愿意 所以电影最后 没有把他的片段放进去 不知道校长口中那位不愿意的同学 是不是阿玲在万字文里提到 从初一哭到高二哭到全集都知道他根本不愿拍摄 拍摄团队和校方花了五年时间才认可他退出计划的那位 其实除了上影的正当性 给19岁的我在拍摄和制作上也被说有问题 比如拍摄中段有女生因为实在受不了被日夜更派 曾经一度避开镜头 翻白眼甚至骂脏话 但在片里却被旁白总结成是青少年的反叛 又或者片里有一幕女生抽烟的画面 竟然是摄影师像狗仔队那样偷偷跟踪拍下来的 虽然张导花了十年时间拍摄和制作 当中还包含了无数人的努力和兴血 分毫不收一心想着替母校募款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给19岁的我应该是不太可能重播的啦 好了,我是XG 我们下次见 拜拜